注意以下片段涉及恐怖畫面 敬請留意 大埔富杏村亨龍流 昨天上演了一場人宅大戰 事緣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 因為妻離子散 長期淤酒兼撿垃圾 令房子變成蟑螂鬥 之前家人都幫過他撿屋 但就令幾百隻蟑螂湧出走廊 一直跟進問題的當區區議員何偉林 昨天就賠賣滅蟲公司 免費上去任道毀滅蟑螂 那天約了滅蟲公司上去 都整裝待發 都跟他們說了 裡面的環境是很惡劣的 相當惡劣 滅蟲公司都說 其實很多惡劣的單位 我們都搞過 我們都做過 你放心吧 沒問題的 但當他們進入之後 他們都覺得很棘手 他們都說 前所未有這麼淒慘 雖然房子只有300呎左右 但蟑螂就多餘繁星 津露水炮都搞不定 一走進去 已經看到地上 有些蟑螂跑來跑去 但是 當他們一天開一些雜物的時候 即是雜物的時候 就開始飄出來了 他們就馬上 其實已經噴消毒藥水 大蟲水 基本上 要數到最恐怖的 一定是廚房 他有個習慣 他很喜歡 炒那些垃圾 別人的民居 其他民民居 扔出來的垃圾 他很喜歡 拆開 看看有沒有吃剩的東西 他們就拿回去吃 但是那些垃圾 他拿回去 就扔在廚房的位置 堆到滿快出來 打開了渠房之後 裡面 好像一些 有些水浸著 有些蟑螂在浮沉沉 動一下動一下 真的很深刻 我都不敢拍照 因為你走進去那個位置 基本上已經是 整身都是 可以這樣說 你有霧嗎 你的身體 有爬過在床上 但是 我真的搞不定 我都立刻跳回窗 真的太過分了 我不容易形容 以前我不知道 什麼叫蟑螂味 但是這次我進去 我就知道 什麼叫蟑螂味 接著我問了 滅蟲公司 這些是什麼味 為什麼這麼厚 這麼難聞 這些就是蟑螂味 有縮 有酸 有臭 那股味很濃烈 我真的無法用力 滅蟲公司 就跟我說 可能有幾萬隻 這間其實未完全清大 我覺得都過萬隻 其實何議員 有找過房署 懂得玩屋村清潔箱 但都說 因為單位賣了 私人地方清不到 他希望有義工幫手 清掉單位的垃圾 給滅蟲公司進一步清潔 否則隔一排 只會再變回蟑螂屋 社署就跟何議員說 會聯絡護主家人 和嘗試找前線團體幫忙 撿屋 但何議員就覺得不理想 質疑為什麼這麼緊急 危害公眾健康的情況 為什麼不可以著情處理呢 反問如果沒有義工處理 問題豈不是一天都存在 只要在11月 用Channel CHK專屬QR Code 在華盛證券戶口成功線上開戶 獎金獎品非常豐富 其中包括 直送兩股Twitter 價值大約1000元 首次入金3萬 還加送一手7522 ETF 價值大約200元 港股無限免勇 美股免勇半年 美股深度擺盤 直接看40檔報價 港股免費串流報價 價值288元 轉創載送現金券價值300元 11月有這麼多優惠 這麼多著數 立即來華盛開戶 好了 訂閱Channel CHK看片片 開華盛戶口投資賺錢錢 1 2 4 6 6 7 7